三个小屁孩鬼鬼祟祟地摸到废料场 接着拧开溜酸盖子 往里面倒入了一袋白糖 一条硕大无棚的法老之蛇钻了出来 三人一脸兴奋地望着自己的实验成果 但定睛一看 这里面竟夹杂了一颗骷髅人头 安吉拉查出死者名叫阿伟 是个年过七十的老人 生前她一直都住在养老院里 但负责人面露难色地表示 想在这里取得口供可能并不容易 因为老年人大多记忆不好 甚至很多老年痴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阿伟的房间里 估计发现了一摊遗留的子孙业 看来阿伟真是老当一壮 这把年纪了还不忘四处撩妹 她约会的对象名叫小美 是个有钱的寡妇 只有一个女儿却还失恋已久 然而小美一听到阿伟的死讯 立马另起拐杖 痛走旁边的一个老头 你竟然想用这种手段得到我 真是下三滥 被打老头叫大力 之前曾追求过小美 但她施爱的方式太过直男 所以最终小美就被来自法国的 绅士阿伟追到了手 小美以为大力牺牲极度 以至于谋杀了阿伟 所以才对她连打呆妈 但大力表示 案发当天 她一直在大厅看电视直到深夜 有一个叫菲格的新人 能为她作证 实习证确定 阿伟的死因是被折断了颈椎 但虽然阿伟年事已高 身体却依然硬朗 更何况半年前 她还参加了一项保险实验 那些药片让她的骨头 恢复到了壮年时的硬度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没有哪个老人 能扭断她的脖子 菲格确认了大力的不在场证明 那天她也在看电视 但当大力开始色眯眯地 讨论女性莉莉后 她就一脸无语地离开了 菲格曾是一名军人 经历过真实战场的残酷 同为军人出身的老布 心生敬畏 不自觉地就跟她拉近了距离 所长在阿伟身上 找到了几个遗留的狗毛 而在养老院里 恰好就有一个狗狗疗养室 负责人告诉他们 这里全天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休息 在其中的一个角落里 姑姐发现了一滩被擦除的血迹 而在环卫工黑哥的清洁工具上 还残留着斑斑血点 但黑哥表示 自己对此毫不知情 清洁机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平常就摆在过道里 谁都可以拿来用 更何况 他对阿伟一向抱有好感 两人经常一起看拳击比赛 阿伟还跟飞哥分享了 自己年轻时打拳的事迹 只是在阿伟遇害前的一段时间 黑哥经常看到他 偷偷用公共电脑 但阿伟嘿嘿一笑 并不解释 老布问飞哥是否治疗此事 飞哥也只是摇摇头 就在二人准备出去散步时 飞哥忽然交的一花 扑倒在地 好在最后只是锁骨骨折 但依然把老布吓个够呛 要是飞哥摔了个三长两短 自己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 安吉拉调出了养老院电脑的使用记录 发现有人在用马甲账号偷偷犯药 而且卖的就是阿伟服用的保健药片 怪不得豪金的实验会一直出错 之前实习生在阿伟身上 找到了很多被击打的痕迹 而后发现凶器是一把常见的手杖 于是豪金就动手做了个 跟阿伟一比一的人偶模型 结果却疑惑地发现 无论怎么击打 都不可能将政治壮年的骨头打断 现在看来 其实是他们误估了骨头的硬度 因为阿伟根本没有安适服药 身体甚至还慢慢受到了反噬 谷姐推测 阿伟遇害时的骨头极其脆弱 就算是个小孩都能掰断她的手指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到底是谁在用这个马甲账号呢 好在虽然无法具体追踪 但安吉拉调出了搜索记录 结果发现 账号使用者曾搜索过女性莉莉的果照 谷姐一下反应过来 目前为止 这样的猥琐老头只有大力一个 大力他言 他确实在帮阿伟卖药 因为自己道上有人 阿伟又继续用钱 所以他才勉为其难的出手帮助 但阿伟不知道忽然停掉 会让自己受到反噬吗 更何况 他一个独具老头 需要钱来干嘛呢 小美摇摇头 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阿伟确实有时候会手头紧 他也接济过几回 但像阿伟这样的人 应该不太注重钱财才对 小美回忆说道 阿伟的一身光荣且灿烂 先是当拳击手 再是从军报国 接着在法国定居 最后才来美国暗度晚年 但骨姐眉头一皱 阿伟的尸骨告诉他 这些话绝对都是一派胡言 因为在阿伟的骨头上 没有任何打拳 或是从军留下的痕迹 而且他也根本没去过法国 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更有甚者 他们还发现大力隐瞒了一件事 他其实早就认识阿伟 并且还共同遭到了 上一家疗养院的驱赶 原因是他们涉嫌诈骗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这都是设计好的圈套 大力假装为所难 阿伟在趁机身世救场 而他们的目标 就是小美这个有钱寡妇的钱袋子 但最终骨解证实 凶手并非大力 经过模拟能够看到 阿伟挥舞拐杖 打在了凶手身上 因为案发时 阿伟的骨头已经相当脆弱 所以就在他的手腕上 留下了一处骨裂 而根据这个力度来看 凶手的锁骨 肯定也受了不轻的伤 目前为止 只有飞隔不小心摔断了锁骨 但现在看来 这件事情恐怕并非巧合 看到老布满脸质疑 飞隔下一时的开始狡辩 你也看到了 我的锁骨明明就是摔断的 砸沉 甚至有些不忍心 拆穿这位老兵的谎言 你折断的是左侧锁骨 但摔倒时 你其实是右边身体触地 听到这里 飞隔眼里一下暗淡无光 阿伟四处招摇撞骗 吹嘘惯了 无论是厮杀战场 还是拳击比赛 都不过是他装出来的人设 但阿伟根本没想到 眼前的飞隔 是一位货真驾驶的老兵 被拆穿后 阿伟恼羞成怒 他轮起拐杖击打飞隔 结果弄断了自己的手腕 飞隔下一世还击 却没想到 听药已久的阿伟 催得像张纸片 瞬间就倒地 暴毙身亡 而案件水落石出之后 众人才找到了 阿伟舍命卖药的原因 这个满嘴谎言的男人 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以至于放弃诈骗 竭力凑出了一笔钱 并在网上联系私家侦探 悄悄地帮小美 找到了失恋已久的女儿 但可惜 两人最终还是有缘无分 小美母子重逢 阿伟却以含笑九泉 这场黄昏之恋 最终也没能迎来 自己的曙光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